这是一种另类的诈骗吗 赶快看看你家的电表 台南有住户 这一期的电表暴增20倍 以前大概千元有找 这一期要8千多块 但是他们的屋主成员都一样 一家三口吹三台冷气 生活作息没改变 但是自从换成智慧型电表之后 电费开始异常 下班回到家就开冷气 这是日常 假日没外出也会吹冷气 苏先生一家三口 生活作息都没改变 电费去年每期都千元有找 从今年开始破千元还翻倍涨 苏先生住在台南安南区 拿出近三年的账单比一比 111年的9月用电445度876元 去年同期256度429元 今年9月用电2007度 电费8千多块 比去年同期暴增了将近20倍 今年每一期的电费 从2000多变4000多 再跳8000多 一样三台变频冷气 一家三口几乎外食 电磁炉很少使用 电费却异常 怀疑跟去年底更换的智慧型电表有关 请标准局把电表拆回去检测 那也没有问题 标准局来拆的时候 那个台电有同行过来勘查 也没有问题 整条巷子就这一户安装智慧型电表 住户还自费2000元 请标检局检查 说是正常 担心漏电 水电济师也检查过电器设备 线路重新配置也都查无异状 现场测试三台冷气全开 三分钟电表从5113跳5114增加一度 苏先生想不透到底哪里有问题 台电说新电表没有异常 研判是更换前的电表转速较慢 加上夏季电费较贵 该住户家的电费才会翻倍涨 这样一来解开苏先生的疑惑 不是电费莫名暴增 东森新闻吴国珍 在台南财宝报导 不要谈小便宜 不要忘了偷窃是公诉 这一名女同学她不小心在 学校附近弄丢了悠悠卡 被后方的中年男子捡走了 就拿去盗刷 大概就是买了泡面跟塑胶袋 花了138元的余额 但是因为公诉嘛 一审判决出炉要他赔6000 整整比他盗刷金额再多43倍 黑衣男子在超厢内结账 两只手捧着刚买的两碗泡面 心满意足准备离开 看起来没什么意状 但他付的可不是自己的钱 而是拿捡到的悠游卡来结账 当时这名男子捡到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学生证悠游卡 但他第一时间 不是送到附近的警局 而是到超厢里买东西 买吃的买喝的总共花了138元 就连塑胶袋2元他也要倒刷 案发就在台大附近 这名男子捡到悠游卡后 当天晚上连刷4笔交易 花100元31元买泡面 另外5元跟2元买塑胶袋 而掉了卡的学生也是台大生 只说当时走在学校附近的棋楼 不小心遗落悠游卡 察觉之后马上报案 警方巡线掉月监视器 发现男子经过之后 就把悠游卡捡起来 还盗用里头的138元余额 到超商消费之后 再把没价值的卡片随意丢弃 我应该会拿去警察局吧 然后就对啊 蛮瞎的 就是怎么会 这大家不是都应该 就大家应该都会拿去警察局吧 总会有人想要就是这样乱刷这样 很糟糕 就等于是侵占别人的财产 盗用别人财产 到那个悠游卡的 捷运站的那个服务台 然后就是 如果它上面有那个名字的话 就送那个警察局 男子侵占悠游卡还盗刷 如今一审法院判决出炉 得赔偿6000元 相较盗刷的138元 要多赔偿超过43倍 以为小的盗刷没人发现 但恐怕缴了罚款 就像缴学费 才会真正学到什么是实惊不媚 东西新闻 范继闻 范雨翔 台北报导 而这也是旅行团在心存侥幸吗 有一对新婚夫妇想说 这个蜜月一生一次 报名某某旅行社的欧洲蜜月团 这标榜是蜜月旅客才能参加 还要凭席帖报名 夫妻心想太好了 这整团一定很甜蜜 也很年轻 比较聊得来 没有想到最后出团的 都是老夫老妻 还有人带小孩来参加 他们更气更傻眼的是 不仅饭店被降格 晚餐还吃得很差 认为一生一次的蜜月旅行 被破坏殆尽 新婚夫妻在奥地利美景宫前拍下幸福合照 仿佛走进童话世界 再来到壮阔国王湖有够美 但两人来到欧洲度蜜月 却留下不好的回忆 一对新婚夫妻满心期待参加旅行社的 奥杰兄蜜月团 他还限定只有新婚一年内的夫妻可以参加 没想到到了现场集合之后才发现 有老妇老妻带小孩还有姐妹团 说好的蜜月团呢 这13天的旅程完全没了蜜月氛围 旅客最不满的是当初报名时还要检查席帖 怎么实际出团却有满满的非新婚团员来参加 行程包括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团费一人16万左右 旅客指控蜜月变家庭旅游之外 好几个行程一塌糊涂 像是来到布拉格卡罗维瓦利 表定要入住007电影场景普普大饭店 结果却被降等为四星饭店 旅行社没告知之外 旅客怒批饭店晚餐根本不能吃 跟厨余没两样 跟老公好不容易排出假期 想甜蜜度蜜月却被毁了好心情 提出旅行社要退还被降等的饭店费用等 而实际向旅行社了解状况 业者表示有收到旅客反应 双方沟通近一个月还没达成共识 至于为什么蜜月团会变成一般团 还在了解当中 旅客则强调会寻求消保单位协助 毕竟一生一次的新闻蜜月 损失难以衡量 也让他直呼还我蜜月 东森新闻 陈玉祥 苗梦姐 蔡永恩 众文报导 花了钱当然希望能够有应有的回报 来看到这个新iPhone上市又传出在一起了 有好多果粉 他说买了机王回去 这个新机打开划不了也不能关机 3C达人就说 因为新机刚上市难免不稳定 可能都会买到机王 二手业者也透露 因为新机市出量很大 但是行情却没有往年好 所以可能接下来很快就会降价了 也有很多人说要等AI功能 可以用时再入手 苹果iPhone 16系列在20号正式开卖之后 不少人隔天就拿到热肯男新手机 像我手上这支就是iPhone 16 Pro Max 使用起来非常的顺畅 但有些网友拿到之后 却出现这样的状况 有网友在翠上分享 刚拿到i16新机 没想到是废机一台 手机画面停滞在Hello Konnichiwa 但就是不让你输入密码 也不让你关机重启 手机怎么滑都没有用 利民网友也抱怨 昨天刚拿到第一批新手机 但今天早上出门爬山 手机却怎样都滑不动 还无法进入APP 强制关机后才恢复正常 留言区有不少网友哀嚎 说也遇到新机狂荡机 或是更新iOS18之后 手机变得超级烫 有人留言说应该是系统问题 建议重开机后更新 或是透过电脑重新安装系统 因为这种大系统版本的话 更新后其实第一个人在更新的时候 需要一段时间更新 所以机器温度稍微高一点 是正常的 还有你更新完的时候 其实它资料会有重整动作 所以一开始会稍微慢一点 台湾来讲 你要等待中文 预计要到明年 所以大家在新机购买 就是说冲动型购物部分的 就是欲望可能稍微降低一点 但i16刚推出 不只出现机网状况 销售似乎也没有以往来的热销 因为才刚上市的隔天 21号就已经有业者寄出 现在外头正在下着大雷雨 就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全台今天天气不稳 有好多人无奈 今天中午假期泡汤了 有人在新装搭公车 结果公车亭内严重漏水 甚至公车亭前 还因为道路不平 出现了淹水的情况 有车辆一通过 民众被溅得全身都是水花 那么另外在台北市的 民权西路和中山北路口 同样公车亭因为施工的关系 大家没得躲雨 只能撑伞等车 外头大雨下不停 民众跑到公车亭 不要里头稀里稀里哗啦哗啦 下起小雨 公车亭这雨棚有干哪没 形同虚射 我们继续回这滴水的公车亭 位置就在新装的中正路上 现场观察你可以发现 这个椅面上看了还是不能做 因为还是湿的 不过你可以发现到 原本滴水的这接缝处 现在已经简单把它包覆住了 也一直水 它会往后延伸从后方滴落 如果雨太大 大家都需要在屋檐下面等 对 如果可以改善是最好的 超辣茶的公车亭 让等车民众等到一肚子气 民众无内发文 说下雨搭车已经很辛苦了 不要这公车亭不止漏水甚至 这公车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一旁的道路 其实有点不太平 也因此经常雨一大 就会出现积水的状况 车速过快的话 在一旁等车的民众 就可能因为近期的水花 被淋的全身湿打打 当然是下雨的时候会觉得 状况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马路凹凸不平 导致一下雨就出现积水景象 经常车子一过 把等车的人泼得一身湿 另外我们来到了明泉中山路口 可以看到民众都撑着伞在等公车 因为现在公车亭正在施工 我们看到另外一头也是一样 虽然可以看到公车亭 但是因为施工的关系 因此民众都只能撑伞等车 公车亭没得夺雨 民众一人一把撑伞等车之际 还得留意旁车辆通过 见其的雪花 直呼拜托雨别再下了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到 现在都没有了 就很不方便 但受到抵押的影响 周日降雨会是最明显最剧烈 不止周末假期与神同行 这雨还会继续下一连四天 民众要有心理准备出门 务必带伞避免凌晨没趟急 东山小黄谭红自然也新北台北报道 大家现在也在关心 柯文哲社探案 到底蔡碧如有没有介入其中呢 今天蔡碧如出席了 由时代力量举办的 第三势力研讨会 当场就被与会者调侃 现在蔡姐两个字很敏感 事实上其实蔡碧如就一直以来 被市议员洪建议狂打 你就是有介入金华城案 那么如今蔡碧如反抢洪建议 说你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另外大家也很关注了 市立委黄珊珊此刻代替柯文哲访美 好 蔡碧如今天被问到此事 还反问记者 你确定是代表柯主席吗 好 她代表柯主席吗 还是她代表谁 我不知道 听到黄珊珊访美 蔡碧如反问记者 如实反映外界对黄珊珊 明治立院才刚开议 却选择这时候访美 政治动作耐人寻味 如今民众党全党陷入精华城案 就连蔡碧如自己也遭到蒙打 蔡姐好 蔡碧如很呛洪建议同时 前一晚也在凤山开奖时 认了当年差点被网红四叉猫团灭 被四叉猫发文调侃 小草们有没有听到 要不是当时碧如姐请我吃火锅 两年后柯文哲哪有机会去选总统 这句甩马尾 嘲讽意味满点 如今绿营支持者不仅狂酸蔡碧如 将让小姐姐陈志涵又引来炮火 陈志涵PO文爆塞车 结果富途被发现说红通通的地方 不是捷运淡水线吗 遭到网友们讥笑 名嘴罗友之就说 红通通的不只是陈志涵 整个狂草集团都已经含话而不自知 这才是民众党民调兵败如山倒的原因 我对他一直都没有关注不好意思 蔡姐休假北上狂开地图炮 至于战狼小姐姐人在哪里 她选择在脸书发动力火车的 莫忘初衷歌词 这句句莫忘初衷 看似不止对者 可吻者唱 东三新闻新中心综合报道